他们组很拼的 昨天最后一个走 今天第一个来的 拒绝内卷 拒绝 摸鱼 都七点多了 这么晚 就这样吧 我走了 拜拜 我要摸溜球了 不要卷我 谁都不要卷我 我要回 回家了 在加班的这个事来说 那个金书怀 后来走的那一下 他说了个字 内卷 是的 不要卷 他指的是什么 加班当中为什么会内卷 有些人为了给上司 看我的努力的时候 故意多加班 加班代表的是你的勤奋 那你看到这样的人 你会怎样呢 我不提倡加班 我就觉得工作和生活 还是要分开 为什么要加班 我是觉得要看工作的 种类跟性质了 尤其是现在 创意型的工作 越来越多了 其实甚至大家的 那个工作跟生活 都不是能分得特别开了 你不是说你到六点下班 电脑一关 你脑子里就不想 工作的事情了 对 他们效果的人 发朋友圈 半夜凌晨两三点 都是段子 是这样的 我感觉他们 什么生活和工作 不是融为一体吗 对 很难展示 我反倒的观点就是 大家不要一直想着说 我一定要把它分开 如果你的工作 是像我们这样 创意型的工作 你就接受它 是跟你的生活 会融为一体的